作词 李宗盛 博力欧家园新建计划 彰化县政府推动爱心意卖 博力欧家园圆梦计划 由文化局邀请52位艺术家 共94件作品意卖捐助博力欧家园 并自9月20日起至10月11日 在彰化县力美术馆一楼 办理艺术有爱 艺庭博力欧特展 欢迎喜好艺术创作的朋友 前往欣赏 这次彰化县政府文化局 要特别跟我们的一些艺术家 来邀请他们来 共享盛举 那也要谢谢有52个艺术家 有94福的一个画作 一起来支持这个博力欧家园 那在这边再次的利用机会 谢谢我们所有县内的这些 艺术家们的一个这个用心 那我们呢 也要呼吁更多的这个企业家 一起来支持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希望就是说 透过这样的意卖 能够呢 尽数把博力欧家园 给建立起来 来帮助我们这些 弱势的一个朋友 柏力欧家园 未来就是要帮助我们 限制很多身障者在年老独居 家庭经济有困难 他们可以在家园里面 有一个温馨 有尊严的 来安度他们的晚年 那这次艺术有爱 乡庭柏力欧家园的研盟计划 要再次谢谢我们 宪府也谢谢所有艺术家的乡庭 那未来也希望我们企业界 或是要喜好艺术的朋友 可以来美术馆来做餐饞 来参观 也可以来选购这些 相当有水准的艺术品 来帮忙我们筹建柏力欧家园 在这个环境就是说 因为我从没有到游 这是社会的把自己支持起来 但是我们有领域就是 把作品回馈到那个工艺 工艺的层面 这就是本身我们要去做的一件事 爱心意买 柏力欧家园圆梦计划 艺术家们大力支持与响应 包含了油画 水彩 胶彩 粉彩 水墨 书法 陶艺 木雕 雁雕等各种不同作品类型 汇聚丰硕多元的艺术能量 期盼能够抛砖引玉 唤起社会大众对于弱势族群的关心 一起建立柏力欧家园 圆满身障者安心就业 及安心养老的梦想 工艺频道林俊明彰化采访报导